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中唱功最为夸张的便是林俊杰和张杰 而个人认为目前终生代歌手中林俊杰称霸 说一下为什么不是张杰 这里就要跟各位聊一下张杰目前擅长的方向了 尽管歌手们练声大都采用SLS 但是最终唱法并非完全一致 张杰目前整体以平衡混为主 比如歌曲逆战的连续高音 如今惯用的演唱方法并非像以前一样硬顶 而是直接在平衡混的声音中加入大量的小撕裂音 去制造一种虫机能的听感 这种技术是夸张的 而且可听度也不错 但张杰在幻声区的表现并没有前者那般稳定 他的优点在超高音 张杰目前的超高音在所有流行男歌手中 可以说是质量非常高了 我目前听过的张杰最高音是在第六 但是超高音在流行歌曲的应用中实际非常少 比如你让现在状态的张杰去演唱天下 实际除了轻松就是轻松 林俊杰为什么强 这里要说的就是两位歌手主攻方向的区别了 前者攻超高音 后者目前在稳定自己A4B4的质量 无论是不为谁而做的歌 还是可惜没如果异或者是果注新的光 这些歌曲的超高音都没有太夸张 但是难度却是非常离谱的 核心原因就是持续高音对歌手声带机能要求非常高 如果不是长期训练 基本没办法在现场还原CD质感 尤其是果注新的光 唱过的男嗓都知道有多么夸张 这首歌曲是近年来林俊杰发布的歌曲中 难度最高的歌曲了 其中分别用了大量弱混 平衡混 强混 压缩技术 很多同样有唱功的歌手演唱林俊杰的歌或许能够唱完 但是质感很难做到和林俊杰一样好 二 新声带 新声带唱将目前其实一共有助五位 周深 邓紫棋 单依纯 黄霄云 西琳娜一高 这里想助从和各位聊聊西琳娜一高和单依纯 因为邓紫棋和黄霄云以及周深的唱功已经非常出圈 而单依纯和西琳娜一高目前其实并没有太被主流认可 对于单依纯 很多人只是认为她唱歌好听 然后看了一些视频以后 觉得小姑娘唱伤很高 很懂得如何去处理一首歌曲 但实际是 她的唱功很夸张 至少当前年龄的单依纯 除了缺乏生压 强混状态 凶声比例较少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了 各位如果看了中国好声音 或许就该知道 当初决赛单依纯完全吊打了其他歌手 这就是平衡混 投声主导的魅力 若卖声音足够迷人 底部支撑做的好声音不会发虚 所以其实后面单依纯能越走越好是有道理的 她的能力摆在那里 强混在当前阶段 于她而言并不算太重要 本身现如今她也不怎么唱大哥 唱流行歌曲 她的唱功已经完全够用了 接下来是西琳娜一高 我对西琳娜一高印象最深的歌曲 不是是妈妈是女儿 也不是她的个人单曲 而是她在我们的歌和荣祖 而一起演唱的母戏社会 当时在演唱完毕以后 李健直接就夸了她 是的 我也认为她比荣祖而更适合母戏社会 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 西琳的声音是很适合去演唱片中型一些的流行歌曲的 因为她的撕裂音是自带的 而且让人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你再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前半成副歌部分 就完全听不到这种质感 可控而又好听的撕裂音 西琳恐怕花了不少心思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